8月21日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,在彭加诺体育中心展开第三日争夺,在晚间进行的七个游泳项目的角逐中,中国游泳队又斩获四金,女子50米游泳流香破世界纪录夺冠。 在率先进行的女子50米游泳比赛中,中国选手刘香以26秒98的成绩夺得冠军,打破了成峰将近十年的世界纪录,她成为第一个游近27秒大关的选手,而这也是本次亚运会游泳大象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。 中国另一选手赴人会,以27秒68获得亚军,日本选手九鼎向海,以27秒九摇获得第三。 颁奖典礼图是绝中国,男子50米自由泳飞鱼大战,于赫鲜利亚日本劲敌独冠,在随后进行的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, 中国选手余赫鲜利亚日本名将钟存克,以22秒11的成绩为中国队再夺一金,日本选手钟存克以22秒20的成绩获得银牌。 赛后,余赫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没能有减22秒还是有点遗憾,余赫鲜图是绝中国,孙杨男子400米自由泳夺冠获第三金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, 中国选手孙杨以3分42秒92的成绩,毫无悬念地夺得这枚金牌,这是孙杨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冠, 日本选手江云骑士和交野公接获得亚军和骑军,中国另一选手基辛杰获得第五,孙杨图是绝中国, 其心协力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今晚进行的最后一项决赛是女子4200次游泳接力, 这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,游礼兵杰、王俭佳和丹女孩、杨迅轩组成的中国队, 从比赛一开始就处于领先,并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, 他们携手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,以7分48秒61的成绩夺冠,颁奖典礼,图示绝中国。 在但是 vienen一边就已经突然更obi见了, 体骑在他 particip了她的牛选手, 但是,那第三方面, 那么,包相向未来的顶部和气势 outros可以保持成的,